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央视前知名记者锐成刚2014年被捕后消失于公众视野 昨天21日于YouTube发布短片 锐成刚回来了 称有很多故事跟大家讲 锐成刚盛传卷入政治漩涡 有高官夫人公共情夫之称 他在短片指 包括间谍 各种绯闻等狗先猛料传闻都是谣言 我们将深入探讨当前国际局势的紧张局面 特别是每家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后 中国随即宣布在台海进行实弹军演的事件 这一行动引发的反响不仅影响了台湾 更让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倍感紧迫 在中国宣布着演习的同时 解放军也在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不单是对外界行为的强烈反制 更是对台独势力的明确警告 随着局势的升温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可能的实战行动的担忧也在加剧 另一方面 中东地区的冲突同样不容忽视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对抗正在加剧 以色列军方计划攻击多达300个目标 这使得无辜平民的安全面临更大威胁 随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中东之行 试图促进停火谈判 这一切都彰显了当前全球安全环境的脆弱 结合这些国际事件 无论是台海还是中东地区 我们都能看到军事力量与外交努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前央视记者锐成刚出于否认所有谣言 绯闻 星岛日报 央视前知名记者锐成刚 2014年被捕后消失于公众视野 昨天21日于YouTube发布短片 锐成刚回来了 称有很多故事跟大家讲 锐成刚盛传卷入政治漩涡 有高官夫人公共情夫之称 他在短片指 包括间谍 各种绯闻等狗仙猛料传闻都是谣言 央视前主播锐成刚受惠秘密开庭 检控妥协 获判六年 锐成刚强调 自己经历了极大的个人挑战 并试图通过影片来重塑自己的形象 但他并未深入讨论 有关他被捕的具体细节 他没有透露目前身在何处 不过提到前段时间到海外旅行 现年47岁的锐成刚说 我人生最好的年华 有六年半时间是没有自由的 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遗憾 他现在的职业仍是一个投资人 但他澄清他并没有在香港地产公司任职 他强调 过去一段时间 关于他的传言 包括说他是间谍 他在狱中身亡 受到酷刑对待 甚至是各种绯闻 那全都是假新闻 锐成刚曾主持过央视 全球资讯榜 财经中国 中国投资指南 等财经及英文节目 采访多名全球政要 获得过中国波音借金话筒奖 微博拥有1400万粉丝 在事业登顶之际 2014年7月 锐成刚突然被当局带走调查 具体案情至今没公布 有报道说 他卷入央视财经频道 原总监郭振席等人受贿案 也有传言说 他涉及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灵计划案 与令夫人古丽萍姐弟相称 他于2016年 被以刑贿 受贿罪判刑 2020年11月出狱 在全球紧张局势的背景下 中美之间的博弈又天心火花 10月21日 美国和加拿大军舰 联合穿越台湾海峡 中国随即宣布 将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 牛山岛沿海 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这一突然的军事行动 被解放军东部战区 视为对美加行为的强烈反制 呼吁停止滋扰搅局 指责其破坏台海和平 牛山岛 这个位于中国大陆 与台湾之间的狭小岛屿 距离台湾新竹市 不过119公里 是两岸关系的敏感地带 中国海事局发布近航警告 禁止任何船只 进入演习海域 这一举动 无疑是中国 在台海问题上 加强控制的象征 在此之前 中国解放军 已在台湾周边 展开代号为 联合力舰2024B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 创纪录的动用 153架战机 和多艘军舰 演习范围 进一步逼近台湾 令人不禁联想到 中国可能在 为某种行动做准备 前美国在台协会 理事主席莫健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不认为 中国已做好 对台动武的准备 但习近平显然 在权衡成功的可能性 莫健进一步指出 这些复杂且持续的演习 显示出 中国在不断提升 其军事能力 而台湾学者赖仪中 则强调 演习的频繁 及逼近台湾 可能从封锁演习 转向实际作战 台湾面临严峻的挑战 赖仪中呼吁国际合作 以应对这种威胁 避免台湾陷入不利的战略处境 与此同时 在中东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 也在激化 以色列宣布 将继续攻击黎巴嫩境内的 300个目标 包括真主党的军事设施 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地点 目的是削弱其军事能力 确保国家安全 真主党被指控 利用医院和民用设施 作为掩护 藏匿现金和武器 这一策略 不仅使以色列的打击变得复杂 也将无辜平民置于险地 阿米尔 这位在贝鲁特医院工作的医生 每天都在救治战争带来的伤员 心中充满矛盾 他质疑真主党 是否真的在医院藏匿武器 并为此感到无奈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许多国家呼吁保持克制 避免冲突升级 无论是以色列的打击 还是真主党的反击 这场冲突 让黎巴嫩的未来 更加扑朔迷离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再一次启程前往中东 意图推动停火谈判 解决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这是他第11次中东之行 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的 深切关注及责任感 布林肯此行 不仅是为了解决袈裟的冲突 也是为了缓解以色列 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布林肯在与各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强调 和平不仅是停火 还是为未来的稳定与繁荣奠定基础 他呼吁各方共同努力 制定冲突后的重建计划 确保巴勒斯坦人民 能在安全与尊严中生活 他还计划与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 讨论如何加强人道主义援助 帮助冲突中的平民 布林肯的中东之行 不仅是为了外交使命 更是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 他的努力 犹如为和平点燃的一盏灯 尽管风雨飘摇 但他相信 只要各方愿意合作 和平终将实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在台海进行实弹军演 完全合理 试想 如果你家门口总有邻居来回晃悠 你也会想知道他们的意图吧 再说 每家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无异于在中国家门口跳舞 难道我们不该回应吗 这是主权国家 对自己领土完整的坚定维护 完全合情合理 楚天书 你这逻辑 就像古时候的霸主说 谁动我一根毫毛 我就要让他尝尝厉害 但是现实是 国际水域自由航行 是国际法的规定 每家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不代表任何侵略行为 中国的实弹演习 反而显得像是 拿着大喇叭 在街头喊叫 反而引发更多的紧张局势 谢奇奇 台湾海峡可不是普通的海峡 这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历史上 从郑和下西洋到解放战争 这一区域 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通道 中国加强军备和军事演习 是对历史责任和现实威胁的综合考量 更是在用实际行动对外界特别是台独势力 发出明确警告 楚天书 你这番话听起来就像是古代的边疆守将 誓死捍卫城池 可是 现代社会讲究的是国际法和合作 通过实弹演习来展示力量 只会让局势更加紧张 可能导致误解和误判 正如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的对峙耗尽了大量资源 最终还是坐下来谈判找到和平共存的方式 谢琪琪和平谈判当然重要 但前提是要有实力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军事能力 是为了保障和平 是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分子明白动武的代价 这跟古代的 武备不休战壁不胜道理 一样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撑的和平 只是纸上谈兵 楚天书你的理论不就是打得赢 是因为我足够强大 可历史中拳头大不一定赢得和平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一再证明 军事优越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和平需要的是对话与妥协 而不是导弹和战舰 真正的和平 是建立在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 而不是恐惧和威胁的平衡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分别代表了国家主权和军事实力与国际法和和平对话之间的矛盾 楚天书认为中国在台海进行实弹军演是合理且必要的 这是对国家主权的捍卫 并且强调了军事力量在维护和平中的重要性 他的论点以历史背景为依据 试图证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 是基于历史责任和现实威胁 然而 谢琪琪则从国际法和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自由行情的权力和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 他认为军事演习的做法反而会加剧紧张局势 并且可能导致误判 从而影响到区域和全球的稳定 这一观点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历史上 许多冲突都是由于误解和过度反应而引发的 在辩论过程中 楚天书一再强调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引用孙子兵法来支撑自己的立场 然而 这种观点似乎忽略了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现代国际关系中 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只有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谢琪琪的反驳 充分揭示了楚天书论点中的一个盲点 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他提到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 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表明即使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若缺乏和平谈判和妥协的意愿 仍然无法实现稳定 这一观点指出了和平的真正基础 在于合作而非单方面的威胁 总结来看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 揭示了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中 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微妙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 如何在保护自身主权的同时 保持和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 才是未来的挑战 两位变手都为我们提供了 值得深入思考的观点 让我们在看待这一副杂役提示 能够更加全面和理性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录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